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是新北市造会郑克成弟兄 歌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当用各样的智慧 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 用诗章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来庄年班以前 我每年都参加冬夏季律营训练 如果要服侍导言备奖时 就上YouTube看看前面弟兄的讲法 一样话胡如 如法炮制而应付过关 但是传过水无痕 直视的话并没有构成在我里面 来参讯以后 每周五成星的导言备奖 身为组长的我 周周要负责鸟看或总结 在四分钟之内 不能看稿 要用灵准确地把真理交通出来 这真是叫我受苦啊 正当我为难时 主来提醒我 开学时教师曾教导我们 要走构成的路 不要走灵感的路 顿时我豁然开朗 这不就是在说我吗 于是我下定决心 逆着信照着灵 周周认真操练导言备奖 不仅导读经文 串见真理亮光 也研读纲要 理出思路 串出彼此内在的关联 回家后就努力地操练讲 不仅讲给我姊妹听 小牌讲 主日也讲 就像生命记六章六至七节所说的 神的话要放在心上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我发现越讲越有高油 越讲越被构成 赞美主 知识的话不再是客观道理 借着导言备奖 已经明映在我心里 高风真理不再真傲又难懂 借着操练讲说 已经成为我的新议员 感谢壮年班的成全 使我学习讲说真理 走被构成的路 毕业后 我愿意坚定持续操练 导言备奖 好让基督的话 风风复复地住在我里面 被纳灵充满 深言建造造会